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三章检查验车的下部 试成试驾 回顾一下上一期的知识点 我们先通电 看仪表盘上的检测灯是否都能点亮 是否有故障灯被物理遮盖 或者说灯源被断路的情况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点着火 观察怠速表的怠速是否稳定 在上路之前 保持批档 走到车的尾部 找朋友或者销售员甚至卖家帮你裁两脚油门 观察一下排气管冒烟的情况 如果是冒黑烟 其实严谨的角度讲 应该叫Fuel System to Reach 这里的燃油系统指的是空气与燃料的配比 Reach对应的状况是燃料多 空气少 可能是进气系统不够通畅 导致进气量不足 也可能是燃油喷油嘴喷射的燃油过多 也有可能是燃油喷射传感器 燃油压力调节器等这些电子流线问题 都有可能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燃油与空气的配比 比正常值偏高了 那么如果说排气管冒蓝烟 说明有烧机油的现象 当活塞的活塞环磨损或者受损 机油会渗入到燃烧室与燃油一起燃烧 如果蓝烟的颜色很深 甚至有些泛紫色 那很有可能甚至还有燃烧的金属碎屑 发动机烧机油的问题 除了重新拆装大修发动机Rebuilt以外 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只有通过频繁的更换全合成机油 添加一些机油添加剂 叫Oil Treatment 来预防和缓解机油燃烧带来的车辆损坏 那如果说你车冒白烟 说明有烧防冻液枯冷的现象 当气缸盖破裂或者变形 发动机箱体有裂痕 防冻液就会渗漏 进入到气缸燃烧室被燃烧掉 冷却系统的异常 也可以通过预标板上的温度表来观察 当然如果是冬季早晨 冷车启动点火 排气管冒出一些水蒸气白烟 这都是很正常 如果车冒青烟或者无色 这是正常 那确认了排气正常以后 我们就可以坐进驾驶员位置 准备开车上路了 第一对于里程年限比较高的车 出发前要仔细感受一下挂档 刚从P档挂到D档或R档的时候 如果察觉发动机舱咯噔 抖动一下 就要再打开引擎盖 让他人挂档 再次观察确认发动机 是否会随着挂档 而有肉眼可见的抖动 如果有 那就是发动机的支撑机脚松动 叫Engine Mount 如果原地换档 没有一声噪音或者抖动 基本正常可以开车上路 上路试驾的第一条个人经验 卖家尤其是销售员 总喜欢帮你开着音乐 或者收音 听歌怎么能察觉震动和噪音呢 直接关掉 路试要完成以下几个操作和路况 第一颠簸路况 感受悬架是否松散 是否有橡胶摩擦 甚至金属敲击的声音 如果条件允许 多去开一些过铁路 或坑坑洼洼的路段 第二平坦路况 感受是否有单独一侧 或者特定方向的抖动 甚至轮胎跳动 主要是感受车轮的动平衡 以及悬架有异常 就是直线行驶 手稍微脱离方向盘 看车子是否有自动跑偏的现象 这一点是来考察车辆 是否需要坐四轮定位 第四就是左右转弯 圆弧曲线行驶 如果察觉有摩擦浑厚的噪音 就需要检查车轮与轴承 注意有的车款 车轮和轴承是连接一体的 它是一个配件 这因车而异 如果有清脆的敲打声 需要检查驱动半轴球头 也就是CV转 多常见于前驱车 我这两个声音 在这台车上都没有 但是我会把音频 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声音 放到这个视频里 大家听一下 那么第五 低速左右转向倒车 察觉有无金属与橡胶摩擦的浑厚的声音 此类噪音大多数是雪下赶进 摆臂球头松动的产生 第六就是加速减速 体验一下变速箱换挡的动作感 第七就是紧急刹车 察觉有无噪音 有无车身抖动或者方向盘抖动 如果方向盘抖动比较剧烈 大多数是前刹车盘便需要及时更换 第八就是在行驶过程中 才能应用的一些功能都测试一下 比如定速巡航 车道偏离提醒 盲点提示 左右侧都要测 有的车只有一侧好使 倒车雷达与自动车距预警 自动刹车等等 由于篇幅的限制 这里只聊一聊车辆正常状况下 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至于车不正常对应的维修成本 不同车型 不同部件 更换维修的成本也相差很大 查找调研方法 我们以后节目中详细介绍 按照我这个专题的内容顺序 完成路逝 标志着对一台二手车的检查 基本完成了 但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调研通定重点检查 这是我第一章给大家讲 调研选车款时候最枯燥 但是最有价值的信息内容 还是那句话 不打无准备之仗 调研行目标车型的通定 比如某某年的某某车车主反映 他们这款车副驾驶门锁 不受中控锁和钥匙控制 某某年的某某车 很多车主反映蓝牙连接不好用 等等等等 我会提前做好功课 把网上报告讨论的 这款车的通定都记下来 重点检查我眼前这台车 有没有这些问题 或者说有没有修复好 那么经过这一期和前两期 总共三期的节目 基本上就是我如何检查 一台二手车的经历经验 大家在自己检查 二手车的时候可以借尽 如果条件允许还是鼓励大家在交易前 到专业靠谱的汽修店检查 绝大多数的车行和私人卖家 并不反对第三方电车 甚至会陪同一起 专业的汽修店有启动机 看车底更加方便 也有更专业的设备 就我眼前这台汉兰达来说 还算电子机械构造 比较简单直观的车款 拿来做节目的力局比较方便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是 路虎保时捷 阿尔法罗密欧克莱斯勒等 电子电路设计比较复杂的车款 还是建议用更高级的电脑 进行全盘扫描 来获取更多的整车数据 OK那验车的节目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两期 我将讲一讲交易过程中的经验 分别是与车商交易 以及与私人交易 那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 真心希望对大家 在美国选车购车有帮助 欢迎大家与我私信 微信微博交流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 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